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复习范例2 那在讲范例2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推出一个 斜向抛射的射程和时间的公式 那各位应该已经在上个影片知道说 我们斜向抛射的初速度 它的千值分量呢 其实就是GT 这样子 这个T是达最高点的时间 那也会等于从最高点下落的时间 因为对称的关系 它的前半段 斜向抛射的前半段是水平抛射的时间倒转 而斜向抛射从最高点到 回到地面是后半段 后半段是水平抛射 所以它的时间就刚好是水平抛射从反转 从地上射回去最高点 然后再从最高点掉回来地上 所以它的时间前后两半是一样 那水平抛射的落地时间呢 是VY.GT 但现在是时间反转 所以变成VY.GT这样子 可是这个只是半程而已 就是只达到最高点 我们如果是全程的话呢 全程时间则是2V0Y除以G 这是全程 好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它的水平射程 我们刚刚是得到一个时间 这个全程的时间就是2乘上初速度的千值分量 再除以G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知道水平射程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水平射程 因为水平方向呢 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其实就是水平方向 速度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去乘上时间就可以了 所以结果会是V0X去乘上 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上去又下来的时间 2V0Y去除以G 那结果呢 就会变成2V0XV0Y 再去除以G 这个其实就是水平射程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它跟抛射角 扯上一点关系 抛射角是我们可以调整的 V0XV0Y其实是分量 那我们可以用抛射角 和初速度V0呢 来表示V0XV0Y哦 诶 怎么变这样 好就像 我们要先画出一个三角形 以这个53度抛射角为例子好了 好这个 初速度V0 抛射的初速度V0 那它跟水平面如果是夹 夹53度 那它的水平方向的初速度 初速度的水平分量 就会是 我们原本就写成V0X 这时候就可以写成V0 乘上cos的53度 那也就会是 5分之3V0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θ 那这里其实就是V0cosθ 所以水平分量其实是可以表示为 V0cosθ 所以我们的V0X V0X其实就可以表示成V0cosθ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这个初速度的千值分量呢 刚刚这个是水平分量 那它的千值分量就以此类推 就是 我们原本写成V0Y 但这一次可以写为 V0sinθ 所以我们的这个V0Y 其实写成V0的sinθ 这么一来 我们的水平射程R 其实就是 2然后有两个V0 所以2V0平方 再去乘上cosθ 再乘以sinθ 然后再去除以g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平射程的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会有一些特殊的结果 比如说 当这个V0以及g不变的时候 那水平射程就会写成这样子 那V0和g 初速度和重力加速度不变 那可以变的就是θ而已 这个V0和g都不变 那θ可以变 那我们把θ代入60度看看 如果说θ代入60度 就会变成cos60度乘以sin60度 那结果就会变成 那结果就会变成 1分之1乘以2分之根号3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代入30度看看 cos30度 就是抛射角30度 然后乘上sin30度 那你会发现结果是 2分之根号3乘以2分之1 那结果都一样 怎么会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第一个抛射角是60度 第二个抛射角是30度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的抛射角是60度 或30度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R呢 是一样的 这个水平射程是一样 可是这代表说 A选项就是对的吗 他说 A与B的抛射角一定互与 按我们的这个题目 它的A与B 它的水平射程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 A选项就是对的呢 其实不对 虚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 虚这个V0也不变才可以 虚于V0不变 虚于初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 或者说写V0相同的情况下才成立 但是我们不一定A和B的这个初速度是一样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这里 这一个是有一个厉害的人啊 他叫做Tom Walsh 那他做了一个Jojoba的动画 我们可以相信他做的是符合真实的 然后最上面 左上角有一个Send Range 这代表他们 他设定让他射出来以后 水平距离也就是范围 Range就是范围 水平范围是一样 那我们让他发射看看 好那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20度30度都40度 45度60度都达到同一点 所以不一定是说 那个只有60度30度会达到同一点 45度的也可以达到同一点 20度也可以达到同一点 所以其实你要达到同一点 抛射角其实有非常多种选择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抛射角 护鱼不是说一定要抛射角护鱼 才可以达到同一个点 或者反过来说达到同一个点 水平射程一样 不代表说抛射角就一定护鱼 因为他要在出速相同的情况下才成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到第二个B选项 所以A选项是错 那B选项我们会用到前面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决定他的飞行时间 全程的飞行时间 那我们可以把他的V0Y呢 用我们底下的这个V0sinθ去替换掉 那就会变成我们的全程时间会是2V0sinθ 去除以去 好那 那A与B的飞行时间是不是一样呢 那A与B的出速度就不一定一样嘛 所以好像其实 好像其实不能从这里看 不能从这里看 那要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走用另外一条路径 A与A与B看起来是比他还高啦 所以我们可以用最大高度呢 是2分之1Gt平方这件事情来看 最大高度是2分之1Gt平方 这个是水平抛射还是从静止落下还是斜向抛射都是一样这个式子 最高点H 最大高度H 其实它会跟时间有关而已 所以你要 你如果可以飞的越高呢 代表说 你的所花的时间就是9 所以说这个A所花的时间应该是9的啦 因为A飞比较高嘛 所以A所花的时间应该是大于B所花的时间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B选项也是错的 那我们刚刚底下这边是A选项 需要这个A选项是需要出速度相同 才成立 那B与C的飞行时间是不是就相同呢 对啊 因为B与C如果说H相同的话 那的确我们所花的时间就会一样 因为我们曾经提过 直接掉下来跟你水平的丢出去 水平的丢出去 时间会一样嘛 所以既然B与C的高度是一样 那从最高点来算他们都是水平丢出去 所以B和C的落地时间都跟从这个他们的这个高度最高点 从他们的这个相同的这个高度 从静止落下 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从静止 从B、C的这个高度 静止落下 跟水平丢出 不管你水平丢出是走B的路径还是C的路径 最后都是同时落地 所以他们飞行时间是相同的 所以这是C选项 那珠的话比较复杂一点点 A和C可能在空中相撞嘛 首先我们要先判断一件事情是 是珠选项 首先判断一件事情是 A的高度是大于C的高度 所以A的时间呢 是大于C所花的时间 对不对 那A的时间大于C花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水平射程呢 A又是小于C C的水平射程远 那A的水平射程近 那我们这样可以表达出一个式子 叫做平均速度 水平射程去除上经过的时间呢 经过的时间 就会是平均速度 就会是V A它的X的方向的速度 然后 对于C也一样 C的水平射程除上 它经过的时间也会是 C方向水平方向的速度 那因为 我们的RA是小 TA是大 然后RC水平射程是大 但是TC是小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C路径的水平速度 会大于A路径的水平速度 C路径的水平速度 会大于A路径的水平速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一开始 C的水平速度就比A还大 就像这样子 C的水平速度一开始就很大了 然后A的水平速度呢 一开始就比较小 因为它走那个比较短的距离 但是它要花更久的时间 因为它的飞盒比较高 飞的比较高 所以花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说它一开始就不可能去碰到C 那后面时间经过以后也不可能去碰到C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一直一直都是 VC X C的水平速度 一直都是大于A A的水平速度 所以呢 不会相遇 不可能会相遇 因为它一开始C就领先了 然后A就落后了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这样 它们不会相遇 所以珠是错的 那一选项呢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法相加速度都一样吗 这个的话我们放大图来看 珠选项到达最高点的瞬间速度是朝哪里呢 速度是朝右 没有向上的哦 因为那样会变得更高 那在C这里也是 是朝右 那B这里也是 是朝右 那么 在这个最高点的瞬间 它们的加速度呢 其实都是重力加速度G啦 其实都是重力加速度G 所以真的 的确 三者的法线方向呢 重力加速度都是G 这个瞬间 它们的法线 刚好都是垂直的千垂线 因为法线就是要跟 运动方向垂直 那它们现在运动方向都是向右 所以向右 垂直就是上下方向 千垂直方向 那千垂直方向这时候 的确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它们的法线加速度 这时候就是G 没错 所以答案就是C和E 这体比较困难 它需要有一些概念 那主要用到的公式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管你是从静止落下 还是水平抛射 还是斜向抛射的最高点 都是用这个圈起来的式子 那另外呢就是 就是当 初速度不变的时候 抛射角护鱼 会有一样的水平射程 条件一定是 当初速不变 初速如果有变的话 就不一定了 所以A是错 好我们就介绍到这